好,我們來試一下用超能智慧電子鍋煎炸出來的這個蘿蔔糕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請我的姐姐來試一下,它很挑食的 先試試看這個剛煎出來的蘿蔔糕熱熱的,我們吃吃看口感跟味道如何 紋式一回事,吃又是一回事對不對?那紋式很好吃 然後我們有撒一點胡椒鹽 嗯,很酥很酥 因為第二次我們有用燜鍋大概15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剛剛有給大家看到我們的蛋是金黃金黃色的 所以是好吃囉 好吃 那跟一般的那個差在哪邊 我覺得它像這裡,讓大家看一下它這個煎得比較焦黃酥脆 咬起來很有口感,跟一般平底鍋煎起來就是有好味比較重 而且吃起來像這個的話它比較酥脆,而且不油 可是用平底鍋煎起來說油耗味比較重之外 感覺就是整個蘿蔔糕會比較軟,比較塌 好,那我們請我媽來吃一下 來,來吃一下 快點 不用了 來吃一下快點 你幫我怎麼講啊 你越帶越久就那個喔 你越帶越久就那個喔 他還要錄 我在錄喔 快點,你吃一下 我要公布國的餓喔 我快要注意一下 很燙喔 很燙喔 我們等一下要去拜拜,所以呢 我們正在吃早午餐 快點吃啊 很燙喔 怕不怕燙 嗯,很香喔 我媽媽是什麼都吃的 看它有不好吃 嗯,很脆 很脆喔 嗯 有沒有比第一批的好 有有有 這是第二盤 所以你到時候在煮的時候就燜15分鐘這樣 對 好啦,那這次的那個初一的早餐也蠻成功的 我們再看這幾天有沒有什麼 比較新的食材可以來發揮囉 像這樣子